有很多產品都說他們能維持多久多久 但是真的有這麼久嗎 我的朋友很常每個月都去補打 因為他們就是把它當成好像就是 每個月都要去保養一下 但是其實像我有個朋友打鼻子 打久了它就是擴散 就是很可怕就是像山崩一樣 就是這裡會堆積 就會這樣子整個很寵 像納米人 最少也要兩隻以上 而且又維持不久 他們告訴我最多就是八個月 我就說那要打四隻然後要八個月 其實我覺得挺貴的 我有跟醫生說就是我會熬夜 所以他就說那預期打 其他重低價位的不良商品 那不如就打B18 我覺得第一是價格 再來很重要就是 時間維持可以多久 這個很重要 對因為一般的話 我覺得最久半年其實就很了不起 因為你如果是跳舞啊 然後抽菸喝酒 其實那個代謝很快 我覺得你都要打這個注射的東西 我覺得希望可以久一點 維持久一點 不要一直補打 我會選擇V18是因為我覺得注射的量其實算少的 那時候我在別家診所自選 因為我想要封額嘛 然後還有補我的那個蘋果劑 可是診所是蘋果 蘋果劑就要一邊就要1.5了 所以兩邊就幾乎就要3CC 然後再來我額頭就要滿多的 我記得就是要兩隻以上 然後後來我問了V18 然後其實我現在打下來我只有打三隻而已 就是我覺得蠻少的 但是我現在呈現出來的蠻漂亮的 就是很自然 去年2月到現在 大概有20個月吧 蠻大的差異性 就是以前其實夫妻公凹陷 然後額頭就是蠻塌的 我覺得現在很飽滿自然 效果蠻令我驚豔的 因為只有打一次而已 我覺得就不需要一直補打這件事情 而且價格上其實我覺得蠻划算的 我腫大概5天 我醫生有先告訴我 因為他的膠連性 然後還有他的純度 然後加上他沒有吸釋過的玻尿酸 所以可能比起其他玻尿酸 他會反應得很明顯 就是會腫脹 然後我當下也是跟醫生說 我可以接受挺度吧 再來就是時間啊 但有維持達到我想要的效果 就會蠻意外的 如果再一次的話 我還是會選擇這個吧 試打玻尿酸之前做過多方面的考量 比較之下V18來自於德國 那相對性的原物量比較安全 技術性比較高 重點是因為周遭的朋友 也有因為他比的問題想要補充玻尿酸打三根 那打了其他牌之後也產生了外擴的問題 所以在最後的考量之下 我選擇了V18它的穩定性以及持久性比較高 在試打之前跟醫生詳細的做過討論 V18與其他家的長牌差異性在於 V18它比較堅韌比較挺 那比較不容易移位 我注射V18的時間是在107年的3月 到現在也已經18個月了 那效果依然存在 玻尿酸一般在填補三根以及下巴的話 應當是各1CC的量 我選擇了V18它的用量只要1CC 卻能填補兩個位置 花一次錢能夠得到兩個滿意 非常的優勢 我選擇了V18做填充填補了三根以及下巴 兩個部位我總共打了1CC 打完V18之後呈現的自然的感覺 就是它不會有一個東西頂在那裡 造成很大的不舒服 那自然感的話是連周遭的親友都沒有發現的 雖然它的材質比較硬 但是打起來是滿自然的感覺 V18讓我覺得最滿意的是 第一是自然 那第二是持久度 那第三是沒有外擴的問題 第四就是不會有義務壓迫感 就自己是在醫美行業 臨床上看到三根有補充玻尿酸的客人 最後的問題其實就是產生外擴的現象 讓客人其實來說 這是滿大的一個困擾 就我自己本身的經驗 打了V18之後 它完全沒有像外擴一味的現象 比較在意應該是就是它會不會外擴吧 醫生跟我說打V18可以維持很久 對那目前就已經18個月了 我覺得效果都還很好 可能維持的效果比較短吧 身邊的朋友打玻尿酸之後 維持可能都大概三四個月就要再去補打 打完之後走第一天感覺比較腫 後來效果就都很自然 比起三四個月比較不會腫的 我會選擇可以維持比較久 但是有一點腫脹感的 我打了鼻子跟下巴各0.5 我去年三月打的 到目前18個月有 V18用的量有比其他的產品還有少 就我知道的就是鼻子跟下巴 可能都要各1cc 那我就只打了各0.5 醫生當初跟我說可以維持的比較久 然後所以 而且它材質比較硬 然後所以用的量也可以比較少 我那時候V18打0.5cc在鼻子的時候 就覺得效果很明顯了 然後剩下的0.5就還可以再打下巴 算起來很划算 會 下一次我還是會選擇V18 因為V18效果比較持久 然後它又不會外擴 用量又比較少 所以我才選擇V18 這輛會選擇V18 就是鼻子,是鼻子 如果這輛是鼻子,你也可以知道 那是鼻子,你也會選擇V18 它是鼻子 那是鼻子 就在鼻子 那是鼻子 那是鼻子 叫鼻子 那是鼻子